受疫情影響百业萧条 不少社福机构捐款或物资赞助也连带受到影响 来自台北的企业界人士在得知花莲机构困境之后 特别结合了阿根廷驻台办事处的人员发起的后山专案 30号上午在市场微加钱等人见证之下 把募集到的30万元物资捐赠给花莲老人际家庭关怀协会 希望可以以善的影响力一起守护需要帮助的边缘独老或者是贫困家庭 一箱箱的民生物资整齐排列在活动中心里头 不管是新鲜蔬果还是泡面干粮都应有尽有 这是一群台北企业界人士所发起的后山专案 30号上午特别由加多宝联合实业执行长陈彦儒 安慎建设董事长徐凯哲 大富贵独门料理食神何金宝 以及阿根廷驻台办事处职员杜马斯等人 亲自把募集到的30万元物资捐赠给花莲在地社福机构 呈现给我们台湾这块土地的人民说 哇连外国人外国的朋友都那么爱我们土 我们台湾本地 那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很爱很爱很爱 我们这块土地的弱势的角落 对是基于这样的原因 我们特别就是有把这样的一个台阿关系 就是这样的友谊就是更深刻去显现出来 那希望也是说能够做出一些抛砖引玉的效果 去关怀台湾每一个弱势的角落 受疫情影响百业萧条 不少社福机构捐款或物资赞助也连带遭受波及 有了这一大批的民生物资 对平常致力于老人关怀及弱势照顾的 花莲县老人暨家庭关怀协会来说 就像是一场吉时雨 那今年的这个疫情 我想特别在五月起六月七月 花莲县老人家庭关怀协会 全花莲县已经发放了包括物资还有经济辅助 将近有将近快预计要发到500个案以上 那我想我们也需要一些各界的一些物资 那今天的这个物资的捐赠 刚好可以让我们老家把各界的这样的爱心 及时的送给这些需要的家庭 市长威嘉玄及市民代表会副主席李正伟 花莲县员威嘉宴也特别到场见证 感谢社会善心能够挹注花莲 那过去老家一直以来 对于我们身边的每一件老人服务案件都做得非常好 所以得到社会各界的一个青睐跟肯定 那所以这一次丁董夫妻再次来到花莲还有保师傅 那也希望这一次30万的物资 都能够满足防疫期间 很多目不到的一些物资的情况 能够补足 那我们也希望社会各界 那回过头来真的要好好来 协助我们这些公益社团 让他们能够继续维持能量 继续服务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乡亲 社会企业结合阿根廷驻台办事处发起专案 在一个星期内就募集到30万元物资 希望可以透过抛砖引预方式来表达对台湾弱势关怀 也成为守护后山的最大能量 既然学历群华联士报道 在一个星期内就能够继续持能量